周末问低无法过周一 欢迎回到周末去哪饭 我是你们的舞蹈老师VJ Rene 圣地亚哥有70mils的海岸线 和很多很多美丽的沙滩 让我带你们看这周的Top3 与其他的男家活动 和Sofan一起漫游圣地亚哥吧 Let's go Sofan探险小分队 邀请喜爱登山的您 每周和我们一起来探索 一个新的hiking trail 还有不要错过Sofan的社区课程 多样化的课程 从会话亲子同乐会 美妆课堂等共有7种 一周7天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 让你选择 本周活动推荐No.3 是San Diego's Chocolate Festival 也就是圣地亚哥的巧克力节 时间是在4月29号 这个周末有甜蜜的活动 等你来玩 Maritime Museum of San Diego 这个周末举办的是巧克力节 将带你了解巧克力的历史 以及它是如何在美国流行起来的 现场会有十几家当地的巧克力厂商的摊位 你可以品尝和点评它们的各种巧克力哦 还有机会制作自己的巧克力披萨 听起来就很有趣吧 巧克力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哦 本周活动推荐 Kids Expo and Fair大玩特玩吧 儿童博览会 因为San Diego Kids Expo and Fair今年呢 依旧会有许多的展商 超过了150家的企业会参与其中 也会有非盈利的展示 有音乐舞蹈表演 最好玩的当然是孩子们可以尽情的跳跳床和彩绘 拍檐 镭射枪 滚水球等活动 让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 本周活动推荐 Top 1是春天街头市集 Ancinitas Spring Street Fair 时间呢也是在4月28和29的这个周末 这个活动呢已经有35个年头了 真的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呢 从这个小小的街头市集呢 逐渐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大的规模 一连两天的活动呢 环绕在Costal Highway 101上的街道中 到时候会有超过45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等着大家去品尝哦 这个市集呢也算是老少皆宜 除了品尝精酿啤酒和沐浴加州的阳光之外呢 大家可以一边聆听圣地亚哥最好的乐队 这是处于一个合适家庭 和家欢乐的好活动 有儿童游乐场和超过十几种儿童的机械游戏 供应选择 甚至毛小孩也就是大家的宠物狗们 也可以自由携带哦 本周电影推荐是大家拭目已久的 当当当 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 也就是Avenger 我为什么要低头 大家已经真的是期待已久的这个复仇者联盟系列呢 这礼拜终于要上映了 绝对是大家翘首以盼的这个电影 这部电影呢 是集漫威电影宇宙十年之大成的宏伟剧作 《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 将带来前所未有最极致 最致命的存亡对决 《复仇者联盟》和他们的超级英雄盟友们 必须要不顾一切携手合作 才有可能阻止最强的终极反派 萨诺斯将整个宇宙毁灭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场世纪大战了 支持国语大片 本周中国电影推荐是张家辉自导自演的第三部影片 《低压槽Taste of Crime》 也是一部质感非常独特的非一般警匪动作大片 由徐静雷 何炯 于南等主演 讲述的是卧底警察 独立对抗罪恶之城 以及自我救赎的故事 当当当 话重点啦 这个电影我们sofine是有送票活动 大家抓紧时间参加 周日我们会公布五位幸运的嘉宾 每个人会送出两张票 大家赶快转发朋友圈参加抽奖活动吧 本周LA和OC的活动推荐是PATXCO 时间是在4月27号到29号 在ORANGE COUNTY 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这周末在城县Costa Mesa所举办的宠物博览会哦 这场呢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宠物以及宠物产品的博览会 在会场呢将会有1000只的动物等着你哦 有狗 猫 鸟 鱼 爬行动物 镊齿类动物 山羊 猪 兔子 微型马等你想到的各式宠物都会出现 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比赛 或者呢如同PATING ZOO和PONY Rides等活动 大家可以与动物亲密接触 如果想要养宠物的话呢现场还会有各种领养的摊位 同时呢还会有动物专家来教导你养宠物照顾宠物的小team 所以喜爱动物的像 所以像小鞭一样喜欢动物的小朋友 所以像 所以像小鞭一样喜欢动物的同学们呢千万不要错过啦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又到时候跟大家说拜拜啦 这周呢就继续跟我们搜房一起吃喝玩乐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学跳舞会让你身体好身材好气质佳 对舞蹈课有兴趣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呢 我们都有不同的special的课程让你选择哦 咨询的话请上sofansd.com slashdance 我们下周见啦拜拜